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您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 那么就使用这道苦瓜炒菜吧 经常吃一吃,可以很好的降血糖,降血压 大病小病不找你,身体健康,吃麻麻香 老了老了,身体倍爆 准备一根苦瓜,苦瓜具有很好的去湿作用 苦瓜胃苦,心寒,归心,痞,肺,肺静 吃苦瓜可以对整体起到清热解毒 除血去湿,清干明目的作用 具有很好的去湿效果 苦瓜中含有丰富的水分 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苦瓜肝等有效的成分 吃苦瓜之后,不仅可以为身体补充多用的营养物质 还能够促进身体的水源循环 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 所以对于去湿有很好的帮助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使用苦瓜 去湿效果会更好的 苦瓜本身最有很好的去湿作用 如果想要去湿更快更好的话 搭配着同样有去湿效果的蔬菜一起使用 比方说山药,青豆之类的 搭配到一起,温煮菜肴 就会更好的 去除湿气的作用是比较广泛的 苦瓜虽苦,但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 我们准备一小半的苦瓜就可以 不需要太多 胡萝卜,下届我们要多吃胡萝卜的 因为吃胡萝卜可以去除湿气 吃胡萝卜是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胡萝卜含有特别丰富的胡萝卜酥 具有很好的排毒养颜的作用 从而能够达到很好的去除湿气的效果 胡萝卜含有的其他物质 还具有润肠通便的效果 减肥的人湿气重 容易出现便秘 影响到脾胃 影响到减肥 去点胡萝卜很不错 可以缓解便秘的情况 有助于排便 有助于减肥 我们吃胡萝卜的时候 我们尽量选择千万的模式 这样能够把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除体外 因为胡萝卜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容易消化 所以肠味的蠕动 能够及时的把体内的废物排除体外的 加速体内的新陈代谢 自然就有了很好的去湿效果 胡萝卜的维生素性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吃胡萝卜 能够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营养比较全面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 是一种非常好的水果蔬菜 又能够生吃 还可以烹饪菜肴 山药最有丰富的淀粉含量 容易被消化吸收 并含有淀粉酶的物质 是一种可以补充脾胃的良用食品 无论是脾胃阳虚 或者是胃阴虚达 都可以吃山药 临床上用于治疗虚弱 身体疲劳腹泻都不错 山药含有的皂肝 粘液质 有润滑滋润的作用 所以可以抑肺气 养肺因 舒缓九颗的症状 山药含有多种营养素 可以强壮机体 丝剩易经 山药会粘手 因为含有一种粘蛋白 该蛋白可以有效的降低血糖 对糖尿病患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准备适量的青豆 掰成小块小块的 青豆含有丰富的B组维生素 铁质 还有蛋白质 脂肪 糖类 钙 磷 磷克酸等成分 具有清热 滴尿 去除排 去湿排毒的作用的 青豆不仅可以清新火 也能够补气血 它的粗纤维物质比较丰富 有助于降血脂 降血压 改善心脏活动功能 同时又富含铁质 能够行气补血 比较适合缺带的人群吃 经常吃青豆 人的脾胃消化能力比较强 吸收很好 所以身体比较弱的人群 可以吃青豆 补充能量 其外皮所含的灶脚肝 有很强的饮料作用 可以很好地改善脚疾病 肾脏功能衰退而引起的 领部脚部的浮肿 准备一把油菜 也可以用菠菜打 青菜具有很好的排毒功效 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去除身体的湿气 寒毒 以及能够催进肠油的蠕动功效 消除体内的湿气 排出毒素 所以是一种非常好的 去湿去火的食材 蔬菜被称之为是健康植花 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C 铁元素 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同时能够排出身体多油的盐分湿气 促进体内的毒素排出的 还有丰富的钙 钙对人体特别的有益 可以补充钙质 是我们身体个人的强壮 有力气 只有身体健康啊 即便才会远离我们 能够清除体内的湿气 非常的有益处 而且可以润肠 将血压 将血脂 青菜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是个多种人群脂 并且青菜富含的营养元素 是其他水果的好几倍 还有维生素C 纤维素 油菜是一种可以减轻吃气的食物 搭配着其他的蔬菜一起烹饪 效果是比较好的 又能够去湿 还可以去火 油热 葱爆香 再倒入食材 来点盐 加点香醋 大火炒出香味 炒断生就可以了 炒熟 调味简单 吃的比较香 炒制所有的食材断生 炒制食材熟透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滑海的小手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清炒的苦瓜胡萝卜味道甘甜 好吃营养 这样做好的菜呢 清淡爽口 一点都不油腻 少油少盐 比较适合夏天吃的 经常吃一吃 可以很好的去除生命的湿气 寒朵 又能够解锁 非常不错的一款菜肴 低脂肪 低热量 低卡 并且漂亮含来比较低 像老年朋友们也可以食用 清淡又爽口 不油腻 很香的 特别的开胃下饭 也很适合夏季吃 夏季呢 都不想吃饭 没有胃口 这样做好的苦瓜菜呢 既能够开胃 又能够养胃 可以很好的健脾 饲养干肾 能够去除湿气 受我们身体健康 身体各样的轻盈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这样能够帮助工作的朋友们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的大更新啦 专门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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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